其實開火鍋店呢 是我合夥人的夢想 然後我從頭到尾跟她確認了一件事情就是 請問店裡的冰淇淋可以吃到飽嗎 她說可以 我說那我要放兩家的 她說可以 我說好那我們來開店吧 佑芊就是這麼任性 電商女帝少廳裁員再加一 她和朋友合資一千萬元 達到吃到飽火鍋店甩心酸 這間店我們當初在取名字的時候 我們就想很久 大家在會議室討論好久喔 店名再不取真的不行 招牌都要掛上去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既然我們最熱賣的兩個湯頭 當然就是麻辣鍋跟酸菜白肉鍋 那既然是這兩個湯頭的話 那就是一個辛辣一個酸 那我們就說 我們來開辛酸 那人家就問說你們開什麼店 我們開辛酸的 哈哈哈哈 但後來我們想說不行不行 大家吃飯還是要有一個快樂的感覺 所以就是蒜辛酸火鍋嘛 那你來這邊 來蒜辛酸吃火鍋 蒜一蒜辛酸都算了 的那種感覺 好像也滿符合現在大家的心境的 但這個名字取真好耶 因為我們想好名字之後 就趕快設計招牌 先把招牌掛上去 然後經過的上班族 這種出來買便當的 他們都會拍照耶 你看上班族多辛酸 哈哈哈哈 社出的辛酥下郎在 知好化悲憤為購物的力量 的確做電商這個部分 在現今的大環境之下 我們沒有被影響到 反而成績都還不錯 去年吧 我就知道你們都要問 跟去年比 我們的確是有成長 大概一倍有吧 一成 一成一成 大概有一成 因為現在11月還沒到 我們最大檔的是雙十一跟過年 對所以還不敢講得太大聲 先稍稍講我們有成長一成 六月不就破億了嗎 所以小月差不多快到兩億了 努力中 努力中 先講一成我真的是 不然我回去上通告 大家都想你幹嘛來 不要這樣 那你剛剛說沒有時間做人 沒關係本來就沒有要做人 應該說沒有這個目標啦 但是過程還是很重要的 哈哈哈哈 哎呀哎呀 我們的規劃 因為我們養了很多狗狗跟貓咪 加上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選擇自己 最讓我們舒適的方式 相處 對 我老公 11月初他要去拍戲拍三個月 拍到過年 接下來就三個月丁先生不在 好悲傷喔 我就單身耶 娛樂動新聞 欸怎麼聽起來有點開心 報道 好 好 HTTP